欢迎收看老太姐说的控制第二集 上一集收到我们的主角杰西来到了联邦控制局 原联邦控制局的局长已经挂掉了 但是死掉的局长用着特殊的方式与杰西进行着沟通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希望杰西去找一门电话 这个游戏玩起来最难的就是了解这些剧情 第二难的就是到达目的地 因为我们的任务目的地不像有些游戏一样 给我们标的很清楚 我们必须找到路在这个立体的迷宫里边 找到这个路 而且这个立体的迷宫 因为控制点的缘故它是会变化的 所以有时候比较弹腾 而且还会有一些电梯的传送点 这个红色的是结界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穿过去 必须把这边的敌人全部杀光 而这些被控制的敌人 就是被一个叫西斯的东西给控制住了 所以会攻击我们 死了以后他们就消失了 来到了死刑室 红色的发光体 说明这边也有控制点 把这些敌人先干掉 这个敌人比较厉害 它有一层护甲 先把它护甲给打掉 那个白色的就是它外边红色的那个罩子 把那个罩子先给打掉 这边还有三个敌人 游戏的战斗并不是那么的难 只要不是太忙 你看比如说这样 太忙 爆头会有比较高的伤害加成 一枪半血爆头 但是他中了第一枪以后 他的头会离开之前中第一枪的位置 想连续爆头是比较难的 现在血不多 所以稍微什么一点 血多的时候上去网 血少了就踪起来 OK搞定 清理控制点 清理了控制点之后 会出现两扇门 其中一扇门 这边里面有一个视频资料 只要看它 八尺并并且能够存在 一百八千环并 被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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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 是一個激活力的 讓危險的能力 去重新進入 他們做了 我們沒有資料 但當事件開始飛到 在碳上 它們被交給我們 是個能力 是OOP OOP OOP 它可以發展 在空空中 今天 我們發展 可能 三十零零 一遍 我們甚至發展 一杯 这个容量是80K的一个20寸软盘,可以成为能量体,而这个能量体可以控制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铅笔啊,杯子啊,而在这儿就会出现一张软盘。 游戏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是全程跑路,不会有任何的什么卡住啊,不知道往哪走啊,我肯定是备好路的,就跟我玩生化危机一样,这个游戏跟生化危机有点像,就是明天要找到路怎么走。 这个80K容量的软盘是20英寸,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硬盘是2.5英寸。 因为这个能量体,这张20寸的软盘拥有投掷物品的能力,现在我们的杰西也有了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在之后会将作为我们主要的进攻手段。 消耗的是上方的这个能量槽,而这个能量槽是可以升级的,以及投掷敌人的杀伤力也是可以在技能点里面升级,它不是强化武器,它就是强化技能。 而现在我们的进攻手段从只有这一把手中的秘密枪,秘密的秘,秘密枪加上了像原力控制一样的,可以控制一些物品,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瞄准什么东西把它抓过来, 它连地板都能给你抓起来,就随便抓一堆东西往敌人扔过去,好了,我们可以出去了。 话说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软盘已绑定送打,就是软盘的能力已经给我们了,神道道的。 来了一帮新敌人,检验我们的新能力,我们可以举起一些爆炸物真相敌人,威力会更大,但是如果你想举起特定的物品,需要把前面的瞄准的这个点啊,去对上这个东西。 上面有一个敌人,下面有一个敌人冲过来了,或者说随便抓,就是成功的时候。 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个敌人暂时不管他,我们先上来把这个敌人有防护罩的给他干掉。 然后,哎? 游戏在第二集的战斗还不是那么的频繁,想比第一集已经多了很多了,但是在第三集开始,游戏的战斗会变得很多很多。 因为你们是看视频,也不需要去找路,因为我都找好了,所以说整个节奏还是可以的,并不是那么的恶心。 出现新敌人,把他给清掉。 用得到的新的能力,开了这条路出来。 在这边有一个控制点,以及地上会有一个全线级别唯一的这样的卡片,就是门禁卡,全线一。 这个东西呢,以后我们会获得二级三级的,就跟生花里面一样,拿点东西。 这东西收集掉。 然后我们来到二楼,二楼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声音可以收集掉,每锅一页,是一个广播的信息。 29年来无线电波因我们而神秘了,你一直神叨叨的。 好,我们下去以后,激活一下这个,控制点。 目标,穿越通讯部前进,而这个房间就是通讯部。 mail room。 这个敌人是游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boss,托马西。 这个敌人呢,投东西,投制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一个掩体,打他四到五枪,然后躲起来。 因为他也有同样的能力,可以把东西往我们这边扔。 用这样的方式,是最保险。 我玩这个游戏第一次死亡,就是打这个投马西。 因为游戏虽然难度不大,但是敌人的伤害很高。 也就是说很难忙着去打,一定要打出技巧。 我曾经使用过东西往他那边扔,但是只要一扔他,他就会躲起来。 可能是在某一个他硬直的状态,可以扔东西过去。 否则只有枪打是最保险的。 打到一下。 也就是刚才的那个时候,他就硬直了。 我这个是手柄打的。 那剑鼠们,镜头太晃荡。 刚才能看着会晕的。 所以我希望镜头的运动是比较匀速的。 OK,我们打赢了。 但是投马西没死,逃掉。 感谢你帮我开了这扇门。 好了,我们去刚刚投马西打开的那扇门。 你感觉他会回来。 你的感觉一般都很准。 托马西是通讯部的负责人。 被西斯控制了。 好的,托马西打开。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帮人 受到一种声波的影响 很多人都失去了听力 这个失去听力的事件 跟控制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又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就慢慢往下看吧 海景旅馆和赌场 这又不是恐怖游戏 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曾经来过来吗 没有 我曾经在国际的街道里有很多 我们对这个小铃铛敲三下以后 进这扇门 获得了一把钥匙 然后回头进这扇门 有一根绳子继续拉 别三下 OK 这一门红色的电话 是局长可以和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一种方式 而到我们到这以后呢 有一个试炼等着我们 前面有个东西在那边很不稳定的 又放大又缩小的这个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攻它的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它引开 从另外一条路 穿过这个地方 这边同理 进攻这玩意是没用的 你挺他一下 让他警觉以后 换个方向过去 完成了这个试炼以后 我们在我们的菜单里边 会多出一个菜单 叫做热线电话 里面会有前局长的一些对白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交代 是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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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关键到任何线专业 一线电话 一线电话 直到与颜色的颜色 和线电话 和我的论子是 在正确的颜色 同时也有空间的颜色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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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需要一部,我的部份管理 这些人知道秘密的局务,也好我做 有些甚余更好 Darling,Tomasi,Salvador,Marshall Marshall尤其是我的总监管理 她看着我 她认识我不喜欢人家 唯一人你必须负责是你自己 但事件改变当你变成总监理 我拿它,The hotline 我能够到Trench 好,听他 他感觉比较像一个 秘密的秘密 秘密的秘密 我需要回到Emily 前局长说她需要一个管理团队 团队里的人和她一样了解 控制独的秘密 比如说,博士达林就一直跟我们 在介绍各样东西的 那个三杯大褂的人 就是达林 反正他挺金摔的 他不是该罗特,他蛮金摔的 这边还有两个敌人 距离太远了 选择不打 最后一个 送走 搞定 好,下去 回到门口的那个 控制点 然后回去找Emily 就是达林的学生 那个短发妹子 我给观众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 通过控制点 快速旅行回去 在这地方可以进行选择 回到行政中心 话说我是局长 Emily你在这边坐着 跟个大老板一样 真没面子 把我们获得的信息 跟Emily共享一下 而这个最初印象 是Emily对杰西的第一印象 我收到消息 我可以解释了 我现在可以解释了 我现在可以解释了 很浪漫 什么他说了 他说了 他说了他的管理 他说了他的管理 人们知道的 区别的区别 你的老板 亲爱的 Tomasi 但是 他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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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了离了 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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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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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了 他离了 离了 他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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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离了 一些其他离了 他离了 离了 离了 他能够做了 也能够做了 在接触的 离了 他计算是 离了 他离了 他区别的 离了 但是会不成功 在离了 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封锁 可能我可以找到方法 Jesse,看来,没有练习,没有练习 在这种状态的状态 你做得非常好 这些和 Hiscans似乎会影响你 我希望你做一些试试 如果你认识,那是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去帮助 试试? 我不知道 她可能会找到你 但我并不想理解自己更多 好的 你认识会帮助 太棒了 我会查试内部的试试 准备通过 我们必须把这些区域开放 为了解Darling和Marshall 然后我会找到一路 最快我们找到一个 最快我到达到这个线 通过热线电话里边 前剧场给的信息 我们需要找到另外几个人 其中包括达林 萨尔瓦东 多和马歇尔 而现在的整个控制局里面 被封锁掉了 只有我们的主角杰西 有办法解除这个封锁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个封锁 给解除掉 以便我们可以找到另外几个 跟此事件有关系的人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 除了我们的女主杰西以外 这一个清洁工也没有穿那个防护服 她也没事 而我们下一集所需要做的任务 就是把局里边的封锁给解除掉 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 位置的呼叫脚完成 得到了新的任务 局长操控 有一个唱歌的声音 是从电梯里边传过来了 而电梯就是在下一集 我们出发的时候 需要经过的地方 就是我们下一集走电梯走 游戏里面的一些前进提示 是比较隐性的 大多数通过对白 但是在非母语的情况下 我们很可能错过这些内容 而这两个人没伤害 会在这边唠闲科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升级一下技能 比如说我这边主力升级的是投掷技能 我们可以把投掷技能升级升一下 升级25% 然后继续升 我们现在还有三点吧 把血量稍微升一下 然后还有两点 再把投掷技能升一下 除了这些人物的技能 可以升级以外 还可以把武器进行改装 比如在这我们可以去生产一些武器的模块 或者是人的模块 武器呢就是往武器上面装的 人呢就是往人身上装的 这个是恢复生命值加24% 就是地上的那些小蓝点 然后生产一些武器模块 可以有几率弹药返环 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在外面捡到的那些材料啊 制作出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装备一下刚才制作出来的东西 我们新获得的几个东西 一个是冰死强化 在模块死亡的时候 攻击力强化 一个是可以有更高的护甲伤害 42% 对敌人护甲的伤害 以及有6%的机会 弹药 可以回复 但是我们装上的是装甲伤害 OK 然后下面是人类的个人单人模块 这边还可以装备新的武器 下面个人模块可以装备 例如回血可以更多一些 生命值回复 以及能量强化 我们把回复增加24% 本期的任务就完成了 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控制中心 去解除整个控制局的封锁 以便我们可以去寻找 控制局事件的知情人物 本期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 大家拜拜